- 门上锁了 - 你不说有后门的吗 - 走 - 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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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兄弟们 别误会 - 什么别误会 - 狗特务 - 带你去 - 走 - 你听我解释 快点 - 我们不是特务 - 拿不空进去 - 老实点 - 我们不是特务 - 放开我 - 走 - 安先生 - 他们两个又来了 - 刘先生 - 今天一天之内 - 你已经数次闯我四名商社 - 你到底要干什么 - 安先生 - 我白天过来 - 我知道我违反了纪律 - 我也知道你们已经调查过我 - 认为我是特务 - 一直为国民党效力 - 可你有没有想过 - 如果我是特务的话 - 我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地 - 带着自己的从事来冒这个险呢 - 你们先出去 - 好 - 坐 - 走 - 请问 - 这位先生贵姓 - 免归姓谢 - 谢云廷 - 万丰富凉笛声残 - 西洋山外山 - 这 - 好像是一句歌词吧 - 我想起来了 - 是李淑童先生写的 - 离歌中的一句 - 我小的时候唱过 - 你难道不了解 - 这句歌词的含义吗 - 含义 - 不知道 - 这样吧 - 能不能把你们的负责人请出来 - 你们的负责人听到这句歌词 - 就知道我们是谁了 - 负责人 - 安先生 - 你就快把先生请出来吧 - 先生 - 什么先生 - 哪个先生 - 我理解你 - 工作的谨慎 - 我实话告诉你吧 - 我和刘湘义 - 都是党委派到调查的 - 难可的卧底 - 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的秘密 - 如果没有十万紧急的情报 - 我们怎么会单方面去联系党组织呢 - 十万火急 - 安先生 - 白天我过来 - 你们怀疑我无话可说 - 可现在我是带着街头暗语来的 - 是你不知道街头暗语 - 还是快把先生请出来吧 - 要知道 - 多耽搁一分钟就是对中国阁内的犯罪 -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 我怎么对革命犯罪 - 别激动 - 安先生 - 希望你能理解我们急切的心情 - 但是如果这个情报 - 不能及时转交党组织的话 - 我们党 - 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 您能告诉我详细的情况吗 - 您是位老同志 - 希望你能够理解 - 我只能把情报 - 转交给知道街头暗语的人 - 是啊 - 不管两位 - 先生 - 先生真的不在这儿 - 不过 - 我可以找到先生 - 两位 - 请到里面休息一下 - 我马上去找先生 - 你能尽快联系到先生吗 - 我尽量争取吧 - 两位里面请 - 好 - 别急 别多 soul - 别急 - 别急 - 别急 - 碧少 contracting - 别急 - 滑高 凌天 你说 先生 他再不再自命上射了 我是觉得 安恒明这个人 非常谨慎 不过只要 他把我的暗号 转达给先生 先生一定会见我们的 七点钟了 先生怎么还不来 两位想必已经知道 今天晚上 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其中有一位姓谢的号称 你先告诉我们 你的直觉和判断 不满两位 我基本可以断定 这两个的话可信 为什么 谢先生 和我说了一句歌词 我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他告诉我 这是一句街头暗语 是党组织 给他们在紧急情况下用的 想起来 先生是个简朴的人 他刚到我们这里的时候 唯一的要求 就是在他的办公室里 要有一架收音机 而且 只要有时间 他都会收听 六点三十分长海台的 音乐之声 你也太会联想了吧 这两人非同寻常的举动 也促使我相信 刘祥义明知道我们这儿的纪律 而且在我们眼中 他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 他们把生命支支度外 还是喘了心来 他们唯一的理由就是 有万分紧急的情报 必须要马上汇报党组织 而且不能有片刻的耽误 真的有万分紧急的情报吗 正因为他们俩的举动 非同寻常才更为可怕 因为我们无法测知啊 我们的人经过证明侦查 不是已经断定 他们两个并没有带其他人来 而且他们俩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 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安汉明同志 你别忘了 明天是要召开筹备会议的日子 敌人肯定要想方设法地加以破坏 刘祥义很有可能是为了获休 我们大会会址 才编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紧急情报 来诱骗我们上当 谢谢你的提前 不过 我还是要去找先生 斗争残酷 不能有半点侥幸 不能因为我们个人的疑虑 而耽误紧急情报的传递 它可关系到 我们几百名同志的生命啊 那你可得小心点 要不我派个警卫跟你一起去 不用 那个地方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我自己去 你们收好家 刘先生和谢先生 很有可能是自己的同志 你要对他们客气点 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出我们在监视 可是 又要把他们看紧了 记住 千万不要让他们跑了 如果他们俩真是贪图 我们机关所有的同志 就会全部暴露在敌人枪口下 等我回来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好 我明白 我一定会好好看出他们两个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